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都在做小八孔甚至做屏下摄像头的时候 他依旧坚持了自己的这个刘海 我觉得林东老师给苹果自己的一个喜爱 因为他在做刘海的基础上呢 其实把这个刘海给玩出了一些花样 能让大家觉得哦 这个刘海其实没有那么丑 甚至它很心意 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的那个前置摄像头 如果你做一颗很小它做不到很强 或者说你做屏下的时候呢 它做不到清晰度很高 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苹果的这个方向 在一个技术成熟之前 虽然我可以做到它 但我不去做 因为我觉得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实用性 所以苹果其实通过这次林东老师 在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说别人你可以做超前的一些东西 不是我做不出来 也不是我不想做 我是希望他在更成熟的时候 交到一个满风大院给到用户 让用户有一个极致的体验 而不是第一时间给人一种新鲜感 但是呢 我觉得林东老师做到让我们很新鲜 就像他在很多提示的情况下 他会有一些动画的一些弹出啊 包括你扫脸那种 放大缩小 然后给一些解锁的一些动画 会让你觉得 哇 这个手机的正面给你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那我坚信林东老师在各个APP们 他们的适配率提高之后 林东老师应该会是你最全面 然后最贴心的一个小助手 然后我刚刚正想吐槽一下 最近网上那个拿到iPhone的人说 就是小红书的那个关注发现跟附近 然后在这个林东老师的地方被挡到 然后是还没有适配软件 我刚刚本来能吐槽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我刚刚在新手机上下完这个小红书之后 我发现他居然加码加码的更新了 现在小红书已经完全适配了林东老 你好快啊小红书 好 我们继续回归正题 然后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 14 Pro系列的像素 终于啊终于啊 一直是用1200万的苹果 终于啊这么多年良心发现了 他把做到了4800万 对于其实我也用过各种品牌的手机 我发现其实很多种品牌把像素酸做得很高 但是除了苹果之外 没有一个厂商能做到 就是镜头还原真实还原的最好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美中不足的就是苹果 既然它的摄像头还原不那么高 反应速度那么快 那为什么不把像素做高呢 吐槽这么多年 苹果终于把像素做高了 这一次的相机 我觉得是他非常惊艳一个地方 因为这次的拍照呢 其实在里面还加入了一个肉格式 就是一个肉格式的选项 特别在上面 就跟你的这个动图啊什么 可以直接选择 然后这个肉格式呢 会稍微占一些内存 大概17到18张照片 就能占掉你一个季的内存 所以我觉得肉格式的照片 你可以在一些有仪式感的场合用 你拿到14会发现 原来苹果手机 它会是一个0.5倍的超广角 跟一个一倍的 然后跟一个三倍的 但这次突然又多穿一个两倍 因为其实在iPhone13之前 都是有一个两倍的 然后那这一次呢 为什么它会多穿一个两倍呢 不是它多装一个两倍的光学 而是它用它自己的算法 做到了一个两倍光学 然后另外我来说一下这个 苹果类似做的这个 吸屏显示啊 有一些矛盾 现在就是在 吸屏显示的状态下 它的吸屏显示是一个全亮屏的状态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吸屏显示 有一个小问合吧 我拿一个其他手机给大家对比 大家就知道了 看各位 这是在提示 微信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吸屏显示界面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的 有一个小的窗口 然后显示信息 然后显示微信 显示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它相当于是全黑屏 放大一下 小的很小的窗口去显示 吸屏显示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于 在黑屏的情况下 我能在一个很小的窗口上 看到我来了什么信息 来到什么消息 然后进一步达到省电的生活 而且吸屏显示 是什么意思 吸屏 吸屏不就是 苹果黑的时候的一些显示吗 可你把吸屏显示 做成了一个纯亮屏的显示 那我可以以为 苹果这个设计叫做 亮屏提示 当然啊 虽然这个吸屏显示呢 它的这个还是亮屏的 有一些激烈 但是 14和14plus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对也许 最后拿到14跟14plus 小伙伴会发现 没有这个功能挺好吧 这个有待考究 有待考究 是我现在提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大概粗略的 在没有使用这个 14pro max 刚刚拿到手的时候 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讲解 那接下来 我跟大家提一些购买的建议 那当然 14pro跟14pro max 区别呢 就在于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电量会更长 一个电量会稍微差一些 所以就是相比于 另外一款的电量会差一些 所以我觉得 在选择14pro 还是14pro max的时候 两个pro系列的产品 你在纠结的时候 只要纠结 你到底想要更大的屏幕 还是说小一些的屏幕 或者说你想要更长的续航 还是说你没有那么接近续航 就可以很清晰的选择出来 到底你要买pro系列的pro 还是pro系列的max 并且 这次14pro max 有一个让人阻操点 就是它是有史以来 最重的iPhone 记好了最重的iPhone 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大屏幕 没有在临动导的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两款产品很适合 你为什么说两款产品呢 一款就是 14今年新出的plus 这次plus 其实它相当于 就是大小跟苹果的 这个pro max 是一样大的 但是呢 像相机模组上 没有了超广角跟 那个大便胶的 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高的 拍照的一些需求的话 我觉得plus 完全够用 那13pro max 就是价格 现在跌了很多 然后并且可以选择 一个T的配置 但是不要去苹果官网买 因为他们 把pro max删掉了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 如果你是储存量 很大的小伙伴 我建议你直接上一个T 因为其实一个T跟512 甚至说512跟250 它中间的区间价格 只错了900块钱 然后一年的时间 你都会再因为这个 这个内存 去进行一些纠结的话 那我觉得你宁可 去买一个大内存 用了900块钱 让你这一年都变得很宽心 当然现在前面说了 这么多的手机 我觉得各位 如果在买手机之前 还是要谨慎 因为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 看网上的 不论是测评还是图片 就去选择一个颜色 直接下单 因为现在店里 十几天都已经有了货 我觉得可以去店里 看一下到底 哪些是适合你的 好了各位 我是赵林 那过两天 也要预告一下 我会继续测评 发布会上 除了14系列 以及灵动导设计以外 让我更加亮眼的一款产品 就是这个Apple Watch的Ultra系列 到时候拿到手表之后 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了我是赵林 我们下次小红书再见